林心如在观众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国民度极高的女演员 虽然说这些年林心如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 但是一批吉他 就有数不完的经典作有限 本以为如今的林心如已经退居幕后 通过捧新人的方式开拓自己在演艺圈的事业版图 但是没想到今年的一部悬疑犯罪爱情剧 让观众认识了全新的林心如 11月底 电视剧华灯初上强势上线 让观众眼前一亮 但让人意外的是 如今才不过一个月 华灯初上2就趁热打铁 成为了最新的悬疑爆款 目前 华灯初上2在豆瓣的好评已经炸了 电视剧不仅深受网友的认可 还让不少网友一口气看到第八集 这部才上线一天的王妃剧 已经被催着赶紧上线第三季了 全员恶人猜不透 结局中间迷雾散 华灯初上能够成为爆款 是因为这部剧在叙述方式上的创新 其他悬疑剧都在找凶手的时候 华灯初上在找受害者 如今观众终于知道了受害者是谁 却被凶手弄得头疼 很显然 剧中的每个角色都和生前的苏庆仪有过摩擦 而且通过这一季 观众发现在第一季中是无辜受害者的苏庆仪 其实才是全剧最大的恶女 她有着悲惨的童年也有相当扭曲的心理 对于Rose 她其实一直极度怨恨 即便她们是好朋友 也挡不住膨胀的极度心 像蛇吞象一样可怕 目前来看 苏庆仪的确做得出自杀 然后嫁祸给所有人的行为 但是从一支信息来看 她应该是打算复仇 但却突然遭遇谋杀 至于谋杀她的人 可以是剧中的任何一个 百合和她的男友 可能会因为地平与苏庆仪发生争执 想嫁给中村的纪满如 也有可能因为极度动手 不过从第二集的结尾来看 阿达和花子的嫌疑最大 这一部分的内容 应该就是揭开凶手迷雾的关键信息 录音机中酷似花子的声音 以及突然出现并且撞倒江汉的阿达 一定在暗处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联系 当然 从华灯出上这两集的质感来看 这部剧的凶手 真的很难百分百地猜出来 而且 通过这一季的铺垫 下一季的剧情一定会在群像刻画 人性塑造上带给观众更多惊喜 非主线角色都能出彩 国剧这样拍 观众就能一直看大多数国产烂剧 都有一个观众接受不了的通病 那就是人物降致 为了突出主角的地位 配角总是在刻画上敷衍了事 这就导致很多角色变成了剧情的工具人 智商不高 设定不够真实 而华灯出上2在人物塑造上 就是国产剧中的榜样 除了主线角色之外 这部剧对每个角色的塑造都相当精彩 比如吴康仁饰演的妈妈桑宝宝 就堪称一角 演员对女性娇媚的体态和神色拿捏到位 角色本身的设定更是成功 相比于主角林心如 作为配角的吴康仁真的在 《华灯出上2》中被气场碾压 比如两人的一场同框戏 林心如塑造的Rose 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情绪展现 但是妈妈桑宝宝显然更加轻松自然 即便是在她挑衅的时候 都透着一个人的野心 当然作为主角的林心如也带给了观众很多惊喜 相比于苏庆仪可怕的嫉妒心 Rose这个角色对姐妹的情深意重贞的伤到了很多人 为了帮助苏庆仪 她不遗余力的保护她的儿子 几乎是在把她和她继父的儿子当成亲生的照顾 光是这份情谊 这个角色就已经闭住了 当然 《华灯出上》的角色塑造 剧情节奏 演员表现虽然都是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来看 这部剧的整体剧情框架都有股小时代的味道 女人们为了男人打得起飞狗跳 第一集里各种讨厌死了 你最讨厌 你才讨厌的戏码 多少有点侥幸的戏剧成分 不过 文艺作品本身就很难达到十全十美 《华灯出上2》在制作班迪 以及演员阵容上的出彩 已经可以掩盖需要叙事方式打磨 包装的狗血剧情 如果国产剧都能按照《华灯出上》的水准打磨 那观众就能一直支持国产剧 总之 通过两集的剧情铺垫 观众对这部剧里的真相已经越来越好奇 《华灯出上2》作为过度的一季 已经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最后也希望《华灯出上3》能够早日和观众见面 相信这一季 一样不会让观众失望